演员黄磊近日在社交媒体上为自己的女儿黄多多16岁的生日送去了祝福,还放出了黄多多现在的照片。 照片中的黄多多拥有着立体的五官,带着圆形的金黄色耳环,非常漂亮的卧蚕下面,还贴了一排水钻,看起来文竞中又透露出一丝少女的灵动感,很是漂亮。 其实这一次生日,多多并没有在家里和父母一起度过,即便如此,妈妈孙丽还是在社交媒体上为了女儿生日发表了文章。 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爱意,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,多多是令人羡慕的。 媒体初次关注到黄多多还要从综艺节目《爸爸去哪了》说起,那年黄多多八岁,虽然外形并不是最好的,但是从他在节目中的表现来看,那时的黄多多绝对算得上一个教养非常好的孩子。 虽然在那之后多多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,但是当他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时候,可以算是惊艳众人。 当年黑瘦的小女孩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五官精致,多才多艺的美女,美与之间隐约能看到妈妈孙丽的样子。 现如今娱乐圈里的新二代比比皆是,但是像黄多多这种甘愿静下心来沉淀自己的却很少,希望努力的多多能拥有一个自己期望的好的未来。 我们一起为他加油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